松鼠的尾巴 很久以前,松鼠的尾巴跟老鼠一样,细细长长的,而且跑起来又快又会躲 所以,飞鼠每次捉松鼠,独追得很累又很喘 这次竟然一次抓到两只松鼠,大家高兴地送给国王当礼物 飞鼠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要如何处置这两只得来不易的松鼠 杀了它们,先祭拜祖先再犒赏辛苦的三君 把它们饲养起来观赏也很不错啊 如果像人类饲养牛羊一样,那松鼠会越来越多,我们就不用那么累了 我们的粮食都不够了,还养它们太浪费了 两种意见都不很好,不过应该有更好更完善的方法吧 国王说,聪明的长老想了一个方法 人类把桃子的枝接李子的根,我们也可以把飞鼠的尾巴移植到松鼠身上啊 那松鼠不是跟我们一样漂亮了吗 不行不行,国王连忙说 为了我们,也为了后代子孙 这样可以同时解决两个困难 长老说 真的吗 说来听听 国王很想知道 如果在松鼠小小的身体上装上又猪又大的尾巴 我想不但跑不快也很难躲藏吧 长老说 对耶,真是好办法 国王说 大家也都同意,这真是个好办法 为了增加松鼠的负担需要最大的尾巴 对对对,要最大的尾巴 要去哪里找啊 要谁的尾巴 要自由乐捐 对对对,自由乐捐 谁愿意捐 大家立刻安静下来 你看我,我看你 国王说 长老,应该由你捐出来吧 这样也可以纪念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呀 重大神附和说 长老的尾巴又大又长 应该把尾巴捐出来 长老问说 好,我愿意捐出来 带着另外一条尾巴呢 长老问 王上,我捐出尾巴 应该赐我指定的权利 长老说 好,我赐你指定的权利 你看还有谁的尾巴最大 国王说 大家看过来,望过去 只有国王的尾巴最大 长老大声地说 我指定我们尾巴的国王 国王立直气壮说 不行,国王不能捐 国王怎么可以没有尾巴呢 长老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医院里一定有快要死的飞鼠 就请他们捐出尾巴 移植到松鼠身上啊 虽然还是有反对票 但是为了子孙 最后还是同意长老的意见 被抓的两只松鼠苦苦地哀求飞鼠 这样会把灾害留给我们的后代啊 求求你不如杀了我们吧 飞鼠不理松鼠的哀求 进行移植手术 还将那一天定为国庆日 移植过后 松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又笨又慢 大尾巴再怎么样也藏不起来 飞鼠国王还颁布一道命令 在新种松鼠繁殖成功之前 只能捕杀细尾巴的松鼠 就这样大尾巴松鼠越来越多 小尾巴松鼠越来越少 终于完全密局了 渐渐的飞鼠发觉情况不一样了 有了大尾巴的松鼠 跑得跟以前一样快了 尤其在转弯的时候 大大的尾巴让松鼠更灵活 以前的松鼠都是跑直线 所以追的不辛苦 如果硬追到底 还是会有收获 现在大尾巴的松鼠 能在最紧急的瞬间 把尾巴一甩 急转方向 飞鼠就捕捉不到了 到今天 不论在森林或旷野 虽然还是常见到 飞鼠的子孙追捕松鼠的子孙 但是往往在要捉住的刹那 松鼠就来个急转弯 把飞鼠抛得远远的了